OK好了之後就把它save 這個地方你的字型就設定好了 這個第一個是在講字型的顏色 跟字型的大小 還有你要給他顯示字型 不過你選的字型盡量不要選什麼華康的啦什麼 其他的為什麼因為這種字型將來在別人電腦沒有就顯示不出來他就預設 用新新民體代替了OK 所以你會發現你只要更改過的有沒有 這地方的都會顯示出來 那那個 微軟正黑體的話基本上在Windows環境下顯示的出來 不過不是微軟的環境下就顯示不出來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資料就顯示出來不過現在呢 他還是 沒有按按照你的方式排列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的希望讓他重新排列 類似像這樣的排列方式 那這個排列方式就必須要畫一個 你可以用那個DIV 就是版型的那個那個標籤 那但是這裡 你如果用DIV其實還蠻麻煩的 你不像那個Dreamweaver裡面他可以直接拖拉過來用 你要必須下HTM語法 你必須怎麼樣的切到 這個原始碼裡面自己在下標籤 那這樣子實在是 太辛苦了 所以我建議各位怎麼樣呢 你乾脆用什麼 最原始的 插入表格 的功能 那其實插入表格在那個Dreamweaver的工具裡面 你還可以再把表格轉換為DIV 其實不會有問題的 他還可以再轉換 那我們如果要做版型的話 首先你要了解一個特性 就是說第1個 你的版型到底 他是怎麼樣安排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版型基本上是這樣子 一個表格的話就類似像那樣 然後呢這邊切一欄 對 然後這邊基本上又切一欄 啊不過這一欄應該是可以這樣 就是說基本上 這樣子是一個表格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表格前面這一欄 這個是塊有沒有他合併的三列 然後這個又是合併的 合併的 這沒有這個是 那中間又一個 好 那也